在1980年代 任天堂經典遊戲 大金剛曾叱炸一時 到了1990年代 更在超級任天堂主機上 推出一系列作品而快制人口 而今年 E3展任天堂公佈新作品 大金剛回歸 又回到了當年讓玩家又愛又恨的 2D橫向動作玩法 玩家能操縱大金剛或是小金剛 為了搶回被偷走的香蕉而展開冒險 而這次的大金剛回歸 以3D方式製作 但是又延續2D的動作玩法 以及大金剛系列慣有的高難度 玩家能以微遙控器來操縱 大金剛追趕跑跳碰 尤其是全系列最大特色的木桶噴射 讓大金剛碰碰碰的到處亂飛 闖蕩遊戲 快節奏的動作玩法 是老玩家的最愛啊 好 好 好 o